冰雹大讲堂 扩充你的世界观 最近几个月啊 有朋友找我吃饭 说神伤啊 心累 哎呀 工作没有热情 怎么做都不对 天天被领导批评 领导总说我能力差 让人失望 我回去还大哭了一场 千万别 千万别为此伤心 千万别哭 你哭了就真上当了 因为这个是老板惯用的PUA 我们指的PUA是指精神控制 但我们平时讨论的PUA都是在家庭啊 这个亲情关系当中的PUA 但我们这里要讲的PUA 其实在职场当中非常常见 你要上当了 你就输了 职场的PUA分为几步呢 第一步就是打击你的自信心 你做得再好 我也不夸你 甚至还找你的茶 怎么做成这个样子 能不能做好一点啊 怎么回事啊 能力是不是有问题啊 第二步 失去方向的你 会老老实实的听老板的话 按照他的要求来 你就会恳求他 你看我这次做得好不好 这个时候你的奴性就开始慢慢萌芽了 第三步 当你满足了老板非常严苛的要求以后 老板会勉为其难的夸你一下 于是你内心充满了感动 从此对老板任何不损你 不夸你 也不对你怎么样的时刻 都感到感激涕零 无体头地 甚至愿意为公司献身 好 这个方法就是传说中的职场PUA 任正非曾经讲过一次非常经典的话 他说要把基层的员工的脑袋给砍掉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作为螺丝钉你就不要有自己的想法 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思想 你要服从命令 你要服从那套准则 任正非以前他讲过 他最讨厌的员工啊 就是那些基层员工啥也不懂 一下车间就开始哇啦哇啦 激昂澎湃的指点江山呢 给领导提一大堆的建议说 你们应该这样听我的 我这种高材生说的对 其实这个就是学校文化和企业文化最大的不同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小在这种 精英式的教育里面长大 然后父母们也像花群一样 宝贝你真棒 学校也说 孩子你真棒 你真丛领 你做什么都可以成功的 你想要成为总统就是总统 想要成为科学家 就是科学家 然而社会不是这样的 社会它是一套机器 它需要的人 不是当指挥官的人 它需要有很多的螺丝钉 去为它运转 我们知道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 这些毕业生 然后进入各种各样的筛选环节 然后进到知名企业里面 这些学生肯定是非常优秀的 因为他们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 企业难道不知道吗 他们当然知道 一个企业光有聪明人是不可以的 一大堆的聪明人 每个人都想当指挥官 你说这样 你说这样 一个企业十几个脑袋 你觉得可能运作吗 是不可能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好的企业 它有一套流程 它有一套纪律 它有一套准则 它要求员工服从命令 所以PUA最终的目的是 把你驯服成 能给企业打工的人 能好好干活 别整天指手画脚 觉得自己超厉害 这是企业最害怕的 这种强烈的反差 会使得年轻人开始自我怀疑 因为自我的认知和外部世界的 这个现实世界 开始有强烈的冲突 于是你就开始怀疑 怀疑人生 怀疑一切 怀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 我现在没有热情 我工作超累 我还要矮页加班 超级累 身心俱疲 没有办法工作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我对工作很抵触 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我觉得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 Don't be too attached to your work 就是说你不要太放在心上 我想告诉大家是 就算是颗螺丝钉 也要有飞天的梦想 千万不要被残酷的资本压榨的 失去了自我 咱们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马云 如果他当时好好的在西湖畔教书 好好的备课 好好的讲课 不去折腾他的黄叶 今天会有阿里巴巴吗 如果马化强当年 在深圳的那个小企业里面 好好的当他的软件工程师 而不去研究什么ICU 然后发明成QQ 自己搞一套 然后自己下海创业 今天会有腾讯帝国吗 我的朋友就跟我说 如果我不把工作放在心上 那我岂不是没有晋升机会了吗 其实告诉大家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大部分好的企业 它的中高层 因为我经常报道这个IPO 我去查过他们的这些底细 稍微看一看你就知道 大部分的中高层 它都不是基层选拔上来的 一般来说好的中高层 都是从其他公司跳过来 挖过来的 或者是自己的家庭成员 或者是自己极度信任的圈子内的人 所以我经常跟我的朋友们说 对于职场的残酷 真的不要太在意 你如果太在意了 你就已经输了 已经被老板成功的PUA了 所以有空的时候 给自己泡咖啡 泡个茶 坐下来想一想 给自己一点思考的时间 因为太多的这种 繁重的螺丝钉式的工作 很容易让人失去这种思考的灵活 以及锐度 会让人慢慢慢慢失去那种 飞天的梦想劲儿 咱们千万不能让职场的PUA 摧毁你的精神 要记住 留得亲身在 不怕没柴烧 首先,我必须要解释 这视频并没有关于我的职业 或者我工作的公司 这些故事是基于我的学生 学生、学生、伴侣 和每个人我遇到在我的生活